國內疫情逐漸升溫 苗栗也出現了確診者的足跡 有一名二十四歲的回國女性 因為出現症狀 就醫採檢 一採呢 陽性CT值是四十 不過二採跟三採都是陰性 對社區威脅性相對較低 目前根據瞭解 這名個案 曾經在一月八號的晚間 到過公館的理髮店 九號上午 前往苗栗市的KTV 到了十號下午 又前往苗栗市的牛排館用餐 目前呢 這幾處地點都已經消毒 衛生局也匡列了八十一人 目前有七十二人的PCR是陰性的 而其他人的結果還沒有出爐 而這名個案研判 是在國外遭到感染之後 已經痊癒了 所以回國檢疫的時候 才沒有被發現